开议前同样身为女性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到议事厅关心社会处长杨玉昕 特别了解为杨玉昕扩大调整的官员席 是否更加方便 也非常佩服杨玉昕不仅是生命斗士 更是一位有同理心和善心的官员 感谢她来基隆市服务 非常感恩我们的社会处的杨处长 杨处长真的是非常发心非常善良 那也非常谢谢谢市长 能重用我们杨处长到我们基隆市社会处 来为我们的乡亲服务 那我有跟杨处长聊天过 杨处长本身是一个非常具有同理心 同理心的一个善心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长官 那我也非常谢谢你到基隆市 为我们服务每次看到一个非常感动 谢谢服务讲 那因为今天服务本身 我们处长就是在行动上比较不方便 那我们议事组的这个防卓认非常贴心 对预设一些假设性的一些状况 那你今天我们来恐怖 那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防卓认 那个我们的防卓主任 社会处长杨处昕也非常感谢 议长同志伟和副议长杨夕玉 以及其他市议员们的关心 相信在市政府和市议会 共同努力下 一定可以让基隆成为更有爱的城市 我非常的感谢议会 然后议长副议长 还有我们的防卓议员 为了我的到来非常的费心 尤其在无障碍的软硬体上面 硬体我们就可以看到 斜坡还有厕所 还有我们的这边的协调座位 让我们很便利的 同时还有其他人来协助 在旁边也放一个助理的座位等等 许多的协调和安排都非常的感谢 那这也是让障碍者 职务在就 职务在设计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在议会就实现了 我觉得非常的感谢 那社会处的议题其实非常的多 而上妇又障碍 特殊敬遇家庭等等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让基隆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更有爱的城市 一定可以的 我们一起加油 随后基隆市议会第二十届 第一二次临时会正式开议 议长同志为首次亲自主持 开宗明义强调 请市政府听取市议员的建议 谋求最大福祉 精进市政建设 也会持续补强各项设施 誓言要让议会议事运作更公开透明 议员同仁也提出了十项报告事项 四项市政考察 以及高达174案的提案 请市府相关单位 务必听取议员的建议 共同谋求市民最大的福祉 精进市政建设 以提升本市的竞争力 此外 为增进议会开会资料的资料开放 本会新增议案检索系统的服务 民众只要输入关键字 即可搜寻议案的内容 以及提案连署的议员 又会考量议会资讯 资讯的传播多元化 也将议员的总资讯内容 透过有线电视的转播 还有重播 让市民可以更了解 本会议事运作的内容 让资讯更公开透明 而市议会也特别安排第一天的主要议程 就是要请市长谢国良介绍市政府各局处官员之外 也分配给每位局处首长每人 大约六分钟的时间自我介绍 包括学经历以及对统长自己局处业务的未来展望 和推动进展的目标 希望让市议员们也可以更加了解 市政府各局处要如何在市长领导下 共同帮基隆打造成为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既然说有个公交